《游戏与智能》 还有很多小孩也由于沉迷游戏 让一些家长就是不知道所措 我看今天我们来了好多这种中学生 其实可能很多人里面也有些人都非常热爱游戏 也有些人被强迫者不能接触游戏 所以我们就希望通过今天这个报告 让大家对游戏的理解更深刻一点 我为什么去选择这个游戏去作为自己研究课题呢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 我先给大家简要介绍一下我的研究经营 在从这个研究之前 我跟这个游戏其实也没有太大关系 我小时候也是一个老师和家长眼中的 一个标准的好学生 就是考试都争取考第一 然后从来很少去接触游戏 也没有什么机会去打游戏 然后当时周围的一些同学 也可能也有一些同学沉迷游戏 然后我当时对他们这种行为就是表示不可理解 然后到了我博士研究期间 以及工作的初期 其实我做的研究内容跟游戏也没有太大关系 当时我主要做的一些研究内容 是以这种人脸图像和人体图像相关的一些智能感知任务 当时在做这个问题的时候 做的成果也算还可以 然后也是每天在设计各种人脸的算法 然后我们设计了数十种上百种算法 然后也发表了近百篇这种顶级国际会议和期刊的漏文 我们研究的很多算法也在实际中得到应用 在很多企业中得到应用 大家用的一些华为手机里面 现在经常用的一些拍照功能 还一些美颜功能 当时都用到了我们的很多算法 这类算法 我们研究这个感知算法 它基本上在教AI做一件事情 就是说这个是什么的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这个图片里面是张三是李四 里面是一张车子 是一个车还是一个桌子 等等这些问题 然后我一直在坐着坐着就觉得 这个问题 如果你只是让一个AI去学会的是什么这个问题 离我们最终的人工人的目标可能相差甚远 在2016年的时候 其实我也感受到 可能这个领域已经非常成熟了 再往下做 可能也面临一个失业的一个问题 然后我就在思考 下一步该做些什么 然后在2016年 RF GO这个横空出世 当时我们发现 让计算机去打下围棋这个事情 它其实在解决一个更重要的问题 就是叫认知智能 你不光要去告诉这个是什么 你更需要告诉你为什么 就是说你一步一步怎么做 为什么这么做就会赢 所以当时觉得这个问题非常有意思 就开始考虑 就怎么去往这个方向去转 于是就没办法就开始去打各种游戏 我记得我是经常是晚上熬夜去把所有以前没有打的游戏都拿过来去研究一下 研究里面那种游戏之间的一个克制关系 然后去研究这种角色的一个设计过程 然后也自己不断地去跟一些教程去在那打电 练习自己的手术希望能把那些关给通过去 当时也是非常辛苦 现在回想起来就是小时候你没打的游戏到现在还是逃不过 还是把很多游戏和一些最新的游戏都打了一遍 打着打着最后就觉得可能自己都差点快上瘾了 觉得这个游戏非常有意思 然后毕竟我们还是做研究的 就觉得有意思的时候不光是游戏玩的时候很有意思 游戏里面的一些设置也非常有意思 然后里面的一些内容 它非常适合去研究一些基本的科学问题 所以我就在2016年坚决地就是转向了游戏博弈的问题 然后一直持续做到现在坚持了下来 那么就是可能现在大家还不能理解 游戏到底为什么对这个人物智能有如此重要的一个意义呢 其实这个问题也回答起来非常简单 我们可以简单先理解一下 就是这个游戏对于自然智能的一个作用 自然智能是什么呢 比如我们自然界中一些生物体和我们人 都是属于自然智能的一个范畴 在这个自然智能中 我们想象一些动物 比如一个小狮子 它在自己能够去捕猎之前 它都要和自己的一些同伴去嬉戏打闹 然后去学习这种捕猎的一个本领 我们人类更是这个样子 我们小时候玩各种集目 去玩各种拼图 然后去玩过街家各种各种小游戏 其实都是在学习观察这个世界 然后去学会推理 然后学会与人去交流等等各种能力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游戏 其实对于生物智能的发展 起着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 然后我们看看人工智能 实际上这个游戏 也有可能给它 是它发展的一个必要的一个条件 实际情况是什么样子呢 就是在人工智能过去 整个发展历史过程中 其实游戏确实是一直 密切地伴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 早在这个人工智能创始时期 就是1950年 被称为人工智能之父的 埃林图林 这是英国的一个伟大的一个科学家 他同时也是计算机科学之父 他当时在1950年 就提出一个重要的一个概念 就是叫图林测试 就是说你 他让一个人 去把一个隔离的一个机器 和另外一个人 向他们去提问 如果这个提问的人 没办法分清楚 谁回答的问题 他就认为这个机器是通过了图林测试 然后图林测试这样 就给提供了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 去评估一个智能的水平 我们反过来想一想 其实我们可以反过来 把图林测试理解成就是一个游戏 图林测试实际上 让人和机器玩一个猜真假的游戏 然后图林其实在后来 1952年的时候 他自己也设计了一款 国际象棋的一个程序 这是第一个 就是程序化上的一个程序 用于解决游戏的一个问题 然后随后 在IBM的研究院 有一个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者 叫Summer 他被称为是机器学习之父 然后他也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算法设计师 在1959年的时候 他设计了一款 具有一定自学能力的一个程序 然后他把这个程序 用于让这个程序去跳 学那个西洋跳起这个游戏 然后他让这个学一学 很快就发现 他自己已经打不过这个程序了 然后他让程序不断去学 到1962年的时候 这个程序已经能够打败一个 美国的一个州冠军 这个在当时也是一个非常 里程碑胜的事件 可能是在人工智能 机器学习都非常重要的一个事件 它是第一次 一个人工智能的程序 或者一个机器学习的程序 在一个比较复杂的游戏中 去把人类一个高水平选手给打败 然后随后其实这个游戏 一直是作为这种 人工智能发展不同阶段的一个 测试的一个实验场 但直到1996年 再一次引起了世界轰动 当时是IBM的一个深蓝计算机 他用一种改进的搜索化程序 继续去和这个国际象棋的冠军 去比赛 当时是战胜了这个国际象棋的冠军 卡斯帕罗夫 引起了当时一个世界的一个轰动 但我们现在反过来想一想 其实当时主要的一个成功 还在于这个IBM的深蓝超级计算机 这个计算机 它当时的计算能力非常强 可能跟现在的机器没办法比 但它在当时 已经能够每秒钟去评估 一亿种以上这种棋盘的可能 然后这样就 使得世界冠军在上面也盖满下风 随后就是到了我们2016年 实际上这个事件 大家都已经非常了解 就是AlphaGo这个围棋程序 进一步去战胜了 围棋的九段选手 李世石 以及国际的围棋的排名 世界第一 科捷 这个AlphaGo这个技术 它用了一个最新的 深度强化学习技术 然后它相对来说更智能 它能够仅在每秒钟去搜索 大概六万次左右的一个情况下 就能找到很好的一个答案结果 然后这个结果就已经远远地 去战胜了人类最好的一个选手 AlphaGo这个技术 它貌似已经战胜了 人类被认为是最复杂的一个棋盘类的游戏 但是它是否已经解决了真实的人工智能的问题呢 其实我们先回想起来远没有 我们可以现在再去看看围棋这个游戏 它其实还是非常简单的 它有着明确的规则 然后有着确定的边界 然后在这个盘面双方 所有人都是可以看到整个这个信息的 围棋的决策复杂度是 大概是10的360次方 这个复杂度是怎么算的呢 就是围棋它的棋盘是19乘19 然后总共有361个位置 然后我们在下一盘围棋的时候 一般来说平均下来每个人会有 250个候选 然后下完一盘棋 大概需要一般需要150步 所以这个复杂度就是 决策复杂度就是250的150次方 这个数字换算下来 就大约是10的360次方 因为10的359多一点 在这么一个复杂度 其实已经非常复杂了 已经目前是 在此之前是人类解决 最复杂的一个决策问题了 但是它实际上跟现实世界中的 一个决策问题相差还甚远 比如对一些开放环境下的 现实的一个决策问题 有着特别复杂的规则 然后里面存在诸多的一个步骤 需要去决策的话 这种问题通常的复杂度 远超过这种 10的万级的复杂度 比如说我们这次举办这个智能大会 它可能要设计到去设计到 多个决策环节 然后需要人们去安排 协调各种事务 所以如果阿法狗的程序 现在让它去安排这么一场智能大会 它肯定是不会做的 但是我们人类 或者我们的组务会这些人员 就非常有经验 它能够很好的 就有条不紊的 去把这个大会组织起来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现有的人工智能技术 或者决策技术 离真正现实世界中的决策问题 还有很大的一个距离 我们如何从这种百级的指数复杂度 到这万级的指数复杂度去跨越 我们需要新的一些环境去测试它 这时候 这个什么环境呢 答案还是游戏 只不过这一次是这种电子游戏 我们常玩的一些电子游戏 这种电子游戏现在 终于到了大家比较熟悉的 特别是很多高中生 现在熟悉的这种 王者荣耀 星际争霸 DOTA等等 它们的复杂度 大约都在 十的一千次方到一万次方之间 然后非常适合我们去从 从让它超越这种 超越AlphaGo的技术 进一步去再向真实的技术去跨越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在这个人工智能研究的 不同历史时期 我们都会找到这种 不同复杂度这种游戏 来它作为去测试 当时这个人工智能技术的一个 遇到主要难题的一个 技术的一个实验场 为什么游戏会具有这种特性呢 就是我们其实总结了一下 发现游戏它有很多优点 这里罗列了五点 比如首先它是这种真实模拟 确定边界 上帝标准 无损探索 以及有趣意志 这里需要解释一下 就是这个上帝标准和无损探索 什么是上帝标准呢 就游戏这个评测环境之后 这个评测程序 它实际上是站在这个上帝的视角 去评价这个游戏的参与者 能够给他们一个公正的一个评分 使得这个游戏能够顺利地去开展 而且这个游戏的 这个无损探索指的是什么呢 就是在游戏的环境中 你所做出的各种动作 不会对实际产生任何一个伤害 比如里面在游戏里面打打杀杀 干掉多少什么 都不会对实际中产生伤害 所以它特别适合 这种人工智能的程序 在里面去任意地 放肆地去探索 放肆地去做各种选择 各种实验 然后学习到更好的一个结果 然后在这个游戏的实验场中 我所带领的研究团队 我们也选了大量的游戏 玩了各种的游戏 然后这里我列了一些 就是我们主要研究的游戏 这里包括这种 最简单的一种单机游戏 然后这种各种棋牌类游戏 麻将 然后这种实时测这种 王者荣耀游戏 然后以及更复杂一点 这种足球比赛 整个来生我们可以看到 这里面所有的操作结果 都是AI得到的 大家可以看到这种 很神奇的一些结果 一般是从这种简单的游戏 到这种复杂的游戏 从这种单个智能体的游戏 到多个智能游戏 不断地去进行研究 首先先看看 最简单的游戏 单机小游戏 这种游戏一般来自 都大多数来自一个 叫亚达里的一个外国公司 可能在座的很多 90后都不熟悉这个游戏 但可能一些70后 80后都有一些印象 这个游戏是当时 最流行的一个小游戏 可以说是现在这种游戏机的 一个鼻祖 我们熟悉的乔布斯 当初都在这公司工作过 这类游戏为什么研究 选择它呢 就是你可以看到 它有各种各样的一个类型 包括这种探索类的 竞速类的 动作类的 然后各种设计类的 策略类的等等 所有不同的策略 其实都我们让它帮助 去学习不同的能力 而且这种游戏 它学习的时候 跟我们人类的设定 是完全一样的 我们让游戏 让机器只能看到 这个游戏的画面 然后规定它只能输出 规定的动作 比如说这些游戏 经常一些典型动作 就是上下左右 然后跳跃等等 然后唯一去指引 这个机器去学习的 一个动力或者信号 就是这个游戏中 偶尔会得到一些分数 或者一些奖励 然后我们的人工智能生 为了去最大可能程度的 去获取这个分数 他就在这里面 不断地去试验探索 然后等他找到 合适的动作的时候 他就会去调整 背后它的一个 神经网络模型 然后这个我们可以理解为 是模拟人 人体大脑的一种 网络数学模型 然后让它调整这个模型 让它更好地去做出 更灵敏的一个动作 更聪明的一个动作 然后这样不断地去学习 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些小意义上 我们的人工智能程序 都达到了 达到人类这种操作水平 很多小游戏中 比人类操作得更好 我们再具体 以这个第一类 这种探索类的小游戏 做一个解释 就是说为什么 它对研究智能有帮助 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典型的 一个探索游戏 然后里面的智能体 就在中间那个小梯子上面 放的那个智能体 它的目标 其实就是说 要走出这个迷宫 然后走出这个迷宫 就必须它 从右边的走出那个门 走出那个门 它又必须得拿到 左边那个钥匙 然后实际上 它一开始什么都不知道 它就在里面 不断去实验实验 然后底下还有一些 骷髅头 有一些会让它死掉 所以它在里面去实验 它最终最终实验之后 就发现一条 很好的一个路径 它先需要跳到 那个梯子那块 然后下去 然后跳过这个骷髅头 爬上梯子 拿了这个钥匙 然后又回来 又回到回来去 然后再从上面出去 所以这个是一个 很复杂的一个过程 然后我们可以先看看 人工之门 最终学出了什么 它怎么走的 发现过去不行 然后它又爬下去 然后这也不行 往右边 然后爬下去 跳 然后拿到这个钥匙 然后又下去 再去跳 然后回去 然后就走出去了 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 就是这一个复杂的 设计到一个复杂的 决策的过程之后 它就要不断地去理解 一步怎么去走下去 为什么要这么走 它就慢慢地会理解这个东西 然后反观我们人 在平时生活和工作中 也会遇到很多 类似的这种情况 我们当我们面临 很多选择的时候 我们怎么去一步步 去往前去试验 当我们失败的时候 该怎么办 我们有很多候选的时候 我们怎么去选择 所有的这些东西 实际上跟这种小类似游戏 在背后的原理很像 所以我们去研究 这类小游戏 就可以让人 更能理解 人的一个决策过程 而且我们可以在 这个小人 不断变聪明的过程中 去了解 他人这个智能 是怎么形成的 然后我们除了 这个小游戏外 又做了一款 叫这种 德州普克这个游戏 这普克的规则很简单 他去每个人发两张牌 这张牌只有你自己看得到 然后再发五张牌 公共牌 公共牌是所有人能看到 每个人拿自己手上的 这两张牌 和公共的五张牌 去组合出五张 一个最大的一个牌 然后谁大就谁就赢 然后一般会要做个 四五次一个决策过程 它其实复杂度 跟那个围棋是差不多的 都是十的百次方 这个复杂度 难点在于 就是每个人手上 有两张私有牌 正是由于有私有牌 就是你牌小的时候 你不一定会输 你可以假装很大 压很大柱 让对方给 把对方吓跑 所以这个就涉及到 一个不完全信息的 一个博弈的问题 非常有意思 然后我们去 让机器怎么去 学会打这个游戏呢 就是我们用了 大概十几台电脑 然后每台电脑上 有八个GPU 就会特别大的一个算力 不断地让这个智能体 自己跟自己去打牌 打了整个 大概总共打了 大概一万 一亿局左右 用了大概二十多天的时间 最终我们看 AI的一个情况 AI就是在上面做着那个 他拿了一个六和八 这个对于打这个牌来说 其实它是非常小的 因为他俩又不是同色的 又不是一对的 他突然出了一个很大的 压了一个很大的柱 然后实际上 我们就发现 他实际上 AI这时候在虚张声势 虚张声势 这个在德铺里面的 专业术语叫炸乎 就想把对方给吓跑 然后对方也没有 完全被吓跑 跟着走下去了 走下去之后 AI发现自己的牌 又跟着五张牌组合住 他拿了一个最大的 一个对八 这个实际上 在这种情况下 他已经是很大的 但他这时候 他又啥 又假装自己很弱 他没有去压很大的柱 因为他生怕 把对方又给吓跑了 所以这个时候 他又在 耍了一个心思 叫诱敌深入 最后你就 最后发现 这个赢了之后 这个赢了 所以这个AI 他会通过这种学习 他会学出很多 类似于人类专业选手 才会有的一些计谋 这也是这种 不完美信息博弈 一个最 最有趣的一个地方 然后我们为了去 推广这个 不完美信息博弈 这个研究这个环境 然后也为了 让我们的AI 更聪明 然后也让 为了让人去理解 这个AI的一个决策过程 我们把这个 把这个 做一套系统 对外已经开放 然后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是整个这个系统 注册过程 大家只要简单输入 网址 去注册一些信息之后 就可以登陆到这个系统中 去玩这个 德州补课了 我们这里面有很多这种 AI 有水平高的 有水平低的 可以两个人玩 也可以多个人玩 你可以跟人玩 也可以跟机器玩 也可以人和机器一起玩 这个就是一个 六人的一个比赛的 一个结果 场面 你可以选不同的对手 然后这个 就可以开始玩了 跟住 放心 放心 跟住 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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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里面这块有 各种不同类型的一些AI 有比较凶狠的 有比较 保守的等等 然后这块你也可以选择任何一个对手 直接向他发一些挑战 跟他单挑 这里面有些有AI的 你可以跟他单独去打 跟住 等等 需要给大家说的就是 这个系统可能是我们 目前国内唯一一个能够你去公开去跟打德州普克的一个地方 然后你可以跟人打 也可以跟机器打 但国内可能目前就只有一个 所以也欢迎大家注赛到系统中 跟这个AI 试试AI的水平 也帮助我们的AI不断去提升 然后除了这个德州普克 我们也做了一款这种麻将的AI的一个程序 麻将大家就可能更熟悉了 然后我们这块选的这个具体的一个麻将的环境 是这个国标麻将 这个规则跟大家平时玩的麻将基本上差不多 麻将这个问题相对于刚才说德铺来说 他俩都有一个共性 都是都会有私有信息 然后麻将的私有信息 就每个人手上拿的这13张牌 然后你面临的四个对手 三个对手吧 三个对手上13张牌 就是42张私有牌 所以他相对于德铺来说 他的难度会更大 因为他的不完全信息程度更大 然后麻将我们去打一轮的时候 通常要几十个回合才能玩 所以他的那个决策过程更复杂 但我们在做这个问题的时候 希望的目标是说 我们不想再像之前靠那么多机器去算 然后自己跟自己打 会特别耗电 所以我们希望在有限的算力下 如何尽快地通过这种算法的改进 让AI很快地学到一个比较高的水平 所以我们也是设计了很多这种 不同的一个算法策略 把这个算法做了很多这种改进和提升 然后这是我们最终花了几天时间 就能学出的一个麻将AI的一个结果 那AI在其中一个盘面下 去做的一个决策结果 然后大家如果仔细看一下 可能分析一下 会打麻将人可能很容易看出 他这时候去打妖机这个决策 实际上是经过一个深思熟虑的 考虑到各种可能赢的一个概念 这种打牌 现在考虑的这种周全程度 已经是达到一种 人类这种高手的一个水平 然后我们后面也会把这个麻将AI 放到网上 让大家去 一方面跟AI学习 一方面去提升自己的牌记 平时过年回家的时候 能多赢点钱 除了刚才我们考虑的这种麻将了 单机小游戏了 然后这个德州扑克了 其实里面我们主要做的学习 实际上只是让一个智能体系在学习 然后实际上我们现实中很多生活 现实中很多问题 需要多个智能体之间都要去学习 而且相互要配合 所以我们又选了这个 王者荣耀这个游戏 去作为这个 我们研究的一个对象 这个大家都很熟悉 特别是年轻的 现在每天都在玩这个王者荣耀 然后它的基本设定就是五个英雄 这个英雄都是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技能 组队去跟另外五个人 五个英雄组的队伍去打 然后我们这块也是 通过这种学习 自我博弈的学习 就是让AI自己跟自己打 大家可以看到 学习到一些非常有意思的现象 这里我们看到这三个英雄 他为了去攻击对方的一个武器 武装的一个防御塔 然后他们会轮番地去冲上去 然后去打 然后保证自己的血量 能够去 不会一下被全部打完 去轮流去承受这个伤害 然后这样的话 打出的一个效果会更好 反过来 由于我们是自己跟自己打 这种策略很容易也会被 也会被我们的AI学习到 所以我们AI去对付对方的时候 就把这个策略 就是说我们打的时候 专门去打对方血最少的那几个人 然后很快把它消灭掉 他就不会对我造成继续一个伤害 所以这个就可以看到 AI学出一些非常非常相互克制 非常有意思的一些结果 然后我们这个程序 当时也是在去年参加了 腾讯的一个王者荣耀的一个比赛 在第一阶段取得第二名的一个成绩 然后最后我们再看这个 另外一个游戏 足球比赛大家都知道 是11个球员跟11个球员的一个比赛 这里面那个配合程度 然后这些那个战术战法 就会更复杂 那个复杂度又上了很多个数量级 然后我们这块 这个工作也是前期刚开始去做 然后目前也学到一些初步一些结果 可以看到很多AI学到一些 什么像快速突防了 门前不是了这种结果 其实现在还比较受限 我们看到我们的AI 实际上目前只在控制了一个 离球最近的这个人去进行决策 其他的十个人 其实都是一些特定的规则 去配合他去完成的 未来我们是希望要解决这种 让11个智能体同时去学习 然后配合出学到更好的一些结果 我们也希望这些研究 能让我们中国足球的水平得到提升 然后得到一些好的一些参照经验 然后当然这个问题还很难 然后我讲了这么多游戏 大家可能想着 如果这个游戏只是 AI的一个测试压场的话 它是否有一些实际的意义 更现实的意义 其实我们研究的这些AI技术 在各行各业 其实都有一个非常广泛的应用 最直接在游戏这个产业 它就有很长的一个应用 通过把游戏AI技术 引入到这个游戏的设计测试 以及这个游戏上线运行的过程中 我们可以让我们的游戏 AI更加的聪明 让我们的游戏内容更加有趣 让我们的游戏的情节更加吸引人 所以如果以后随着游戏产业 不断发展 AI引进之后 我们可能很多学生 更容易会被游戏所吸引 更容易去上瘾 所以到时候可能防沉迷 这个要求可能会更严格 然后除了在游戏产业 我们在这种一些个人电子助理 推荐系统 无人驾驶 芯片设计 决策支持等 所有的涉及到 你需要去做一个 实际的决策问题的时候 都是游戏AI技术的应用场景 最后就是 我们一直以为 我们有一个目标 然后实现这个目标之后 就好了 但实际上 在这个人工智能各领域 就是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现象 就是一旦一个游戏被攻破 一旦一个目标被实现之后 它所用的这个技术 就不属于人工智能 所以这个既是一个 比较残酷的一个现实 又是给我们带来 不断的一个希望 就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游戏的 选择更复杂的游戏 让这个游戏伴随着AI 不断地去进步 也许某一天 我们游戏 可能已经在某个领域 战胜的人 但是我们 它可能需要去完成 更复杂的一个任务 让它去更好去帮助人 更好去实现人 所以这个领域 可能不会像面临 像我们之前研究的视觉问题 会面临失业问题 我们会持续地研究下去 直到达到真正真正 最后的一个终极的人工智能 谢谢大家 我今天的报告到此解释 谢谢大家